台电做这个研究主要是因为 我们想要把它做温室气体的减量 那羊枣其实跟种树一样 那它的特点是在于 微枣它是个像细菌一样 它会分裂反而成 所以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没有坚矩的斑倒效应 因为我们可以取代一部分的 它是原谅 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 感谢观看